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杨洁篪 或者是王毅 他都见到了 面子有了 对对对 跟上一次呢 只有见到了这个大陆的这个气候方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官员 其实差距是非常大的 但是三个人呢 跟凯瑞唱了一个同样的调子 那个调子是什么呢 就是你现在跟我谈气候变迁的合作 对不起 请你拉高到中美共同合作这个话题上面 如果中美是采取全面对抗 敌对 那你在部分议题上的合作是不可能的 在凯瑞到中国大陆之前 释放出来了两个消息 释放出来一个消息 说凯瑞这一次是来施压中国大陆的 一个施压呢 是要求中国大陆把 碳中和的目标年限从2060提前到2050 那另外一个呢 他的施压的目标呢 是要求中国大陆呢 不可以投资任何跟煤有关的产业 不要再补贴任何跟煤有关的产业 不要再去投融资 就你在对外的时候 不要再投融资任何跟煤有关的产业 就减煤政策 我当时其实看到这两个讯息的时候 我当然觉得说 这美国来要求中国大陆 这件事情有点怪怪 如果是欧盟向中国大陆来要求 我觉得还有话讲 因为欧盟他们所设定的 不管是碳中和的目标年限 或者他们自己内部的减煤政策 做得都非常好 他绝对是跑在最前面 那你回过头来说 那中国大陆你也做快一点 他好歹在道德正当性来讲 我比较能够认同 美国 美国成绩很烂 你叫中国大陆 要跟着你去做什么什么事情 这有道理吗 你自己 你自己有碳中和的承诺吗 那但是呢 他的第二项要求 我其实本来判断 中国大陆是做得到的 可以答应的 而且我认为他做得到 就是我不再做任何跟煤有关的投资 因为事实上 今年前七个月 中国大陆根本就没有任何 对于煤的投融资了 他自己早就已经做到 而且他在对内的部分 所有的企业都减煤啊 他那个减煤的那个策略的手段 但是非常强硬的 所以大陆今年的那个煤相关的这一些 这个需求量 是减少很多的 所以他自己已经做得很多了 我就觉得他接受不难 那至于说碳中和从2060提前到2050 那时候很多人都认为说会答应 我反而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他为了2060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他其实所有的相关产业已经天翻地覆了耶 我看到的所有的企业 所有的产业都已经是天翻地覆的 这边东坎西坎 然后做得很就是就是很颠覆的 我说已经都已经痛成这样子的去达到2060的碳中和目标 我觉得2050很难答应 结果没想到两项凯瑞都没有获得就走 嗯为什么 好呃 因为John Kerry当然 我说他这次来面子上面是有的 那北京让他到了天津 跟上一次只到上海 就是我我我去拜访朋友 但是呢朋友都不在家 嗯而且知道我要来了故意呢都都躲开 那当然就是一种刻意的动作 他这次到到天津 基本上你可以说该见的人都见到 他必须当过国务卿的 他毕竟是选过选过总统的 那那个分量他在现在的民主党内的分量 除了拜登之之外 他比赫金的人都高高太多了 所以说他是是共和的 说他是民主党说他是拜登的特使 那个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我们说呃接接见John Kerry的意义 跟跟这个Wendy Sherman是非常不一样的 就是Kerry呢代表的是是是真正的就是说呢有分量的有有声望的美国的目前的当权的主流派 好但是呃Kerry提到的那两个实质的问题 要在2060年的所谓的碳中和要提早十年 那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 嗯那不是你随便减十就可以 嗯就是大家常常觉得减十就减 减五就减五哪有这么简单 那个你要所有的所有的配套产业你所你所给他的给他的设定 大家都要相应的调调整 嗯何况我我个人觉得了我的我的 我觉得我觉得中国大陆因为14亿的人口 他在温氏效应的相关的配合的政策上面 我认为他做的很很积极 嗯也非常的凶猛 嗯其实他自己的政策是非常的凶猛 是很凶猛的 对换成说你你即使不要求他 他也是会一个呢自我提醒到努力向上的好学生 他并不是那种没有人盯 然后呢就会就会松松懈 他对他自己的要求很高 何况今年你看六六月份的时候呢 长长江淹大水 然后呢七月份的时候呢 河南淹大水 然后呢到八月底的时候最最近呢 你看包括了河北也好 不管是天津也好都在淹大水 纽约呢在淹大水西欧淹大水 日本淹大水 其实强权国家对气候变迁这件事情 2021年超级有感 全世界都有感 好吧但是 我觉得 我觉得中国在在在给给凯莉呢 就说呢一个软钉子碰的时候 那我们我们从政治解读 因为因为不管是王毅也好 不管是杨洁之一啊他们他们的讲话的那个那个调子 是一致性的就像之前见Wendy Sherry那时候王毅跟跟跟信封的讲话的调子也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三三条底線 不颠覆不阻碍不分裂 就是不颠覆不阻碰 要颠覆共产党要阻碍中国的发展 然后要伤害的中国主权的完整性 这个三条线没有一条线的是可以妥协的 那他在告诉你就是说呢 Kerry其实表面上来讲呢 Kerry鲨雨而归 可是我觉得那个讯号是清楚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守住这三条线是可以谈的 当然可以谈啊 中国并不是不能够谈是可以谈 中国再努力一点提早个十年 我如果能办得到那我就努力做 至于他开的第二个条件 中国本来就在做了 中国从 从这个就是说呢 IPAC会议之后呢中国就一直走上减霉的道路 而且非常的凶猛 他自己的煤矿的近乎呢 都在低量开开采 在慢慢的淘汰的过程 可是Kerry讲完话之后反应最激烈的 其实是澳洲 澳洲觉得要死了 我又被出卖了 澳洲的澳洲的Maurice 你知道过去全世界有几年的时间 全世界最反对温室效应理论就两个 一个就川普 一个川普也就是Maurice Maurice Maurice 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个调子呢 有的时候比川普更极端 他就是要生产煤 希望大家来用一用我的煤 煤没有问题的 何况中国呢 是他的最主要的煤的出产国 好那当你 当中国大陆是我的主要客户 但是你叫中国大陆尽量不要用煤 不要补贴煤 那是什么意思 你有跟我商量过吗 你有没有意识到 我是他最大的客户 好那因此呢 你就看到呢 澳洲觉得他没事了 就是在那又又中枪了 可是当Kerry呢 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认为中国的调子就是 你回去再讨论 这种事情都不是不能谈 可是呢 你不要呢 又要又要来跟我搞对抗 然后每天呢 要讲出一大堆呢 就是说激怒中国 丑化中国 打压中国的言论 但是呢 来了之后又好像觉得 你开出来条件呢 我都要如数的答应 请问你我的纠错清单呢 请问你我的关切清单呢 请问你那三条底线 你有守住吗 何况有一点 我觉得我们应该 应该从帮帮帮帮中国帮习近平的讲几句话 你你回头去想去年 去年习近平去年过去的一年 习近平做了两个 第一个是去年的九月份的联合国的会议 大家记得吗 你现在九月联合国开议吗 去年九月联合国的主轴是什么 你记得吗 去年的九月份的主轴 就是那个瑞典的环保是少女 不是还特别到了联合国 就是气候变迁的会议 气候变迁会议 川普还没有受邀 但是川普硬要去联合国租个小场地 开一场的反中的会议 结果还招了那个年 那个环保少女的白眼 但是习近平在当时是做了承诺的 其实习近平说中国能够做 中国说到做到 2030年探探高探高峰探达峰 2060年的时候的探中和 中国一定做到 绝大部分的国家呢 虽然也觉得这个已经不容易了 可是呢我们因为时间紧迫 中国可以再努力一点 大部分的国家都这样说 我相信中国也很希望这样做 第二个是 Kerry必须要记得他上次来 4月份来 对虽然呢被冷处理在上海 可是之后习近平是有参加气候峰会的 嗯 是有给你拜登面子的 嗯 我我那时候曾经说 我判断习近平搞不好不参加 但他还是参参加 参加气候峰会 已经上次你来的时候呢 我已经给你拜登面子 你这次再来的时候 你仍然是空着手来 然后呢 然后看一堆的清单 好像呢要把礼物带带回去 哪有这种事情 所以中国家去就等 因为现在已经9月份 联合国开议了 10月份呢G20 12月份呢 你又要你又要开呢 全球的民主峰会的反中大会的士师大大会 我在等你看你这些事情 你要怎么表态 我有一个解读啊 其实我看到的是 因为美国从1990年代之后 嗯 其实就世界独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30年的时间 如果你回顾这30年 尤其在川普时期特别是 你会发现呢 美国有一个 就自诩为天命者 的那样子的一个特质 他会觉得他带出去的 那都带有道德光环 所以呢 当我说你是坏人的时候 你就是坏人 嗯 可是呢 当你有助于我的时候呢 我要求你跟我合作 你就必须无条件来跟我合作 嗯 他反反映出来的都是这样的心态 嗯 所以我可以拼命打你耳光 然后告诉全世界说你是全世界最坏的人 嗯 可是当我说我要跟你合作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跟我合作 而且限定范围 只在这个范围之内 他已经这30年都是如此了 他我美国人来就是来拯救你 对对对对对 那你们要让我拯救必须要听我开示 是 我讲的话就是开示 我做的就是拯救 所以 对于凯瑞来说 他可以很觉得理所当然的 当拜登不断的强调阿富汗撤军的目的 是为了要全心对付中国跟俄罗斯的时候 凯瑞还可以跑来讲说 我跟你讲 你们要跟我合作这件事情一二三 你们照单全收 嗯 然后你们不要把它拉高到中美之间的关系 这件事情只在气候变迁 嗯 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在跟美国的 这一种霸权心态say no 嗯 这个say no 不是说我做不到 就你开出来的清单不是我做不到 而是我不愿意在你的要求下去 答应这件事情 嗯 我要做那也是我自己要做 跟你美国无关 嗯 那这种 对独霸这件事情去say no 这件事情 他当然会极大的刺激美国 嗯 我相信在未来一段期间 美国包括舆论界啦 政界啦 他们都会非常的愤怒 嗯 你凭什么跟我say no 嗯 可是 时间久了之后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会在全世界 会不会有一个示范效应就是 美国你不可以什么事情都予取予求 嗯 你不可以又打我 然后又跟我说要合作 嗯 我当然在阿富汗的议题上面 会跟全世界合作 因为那牵涉到中国大陆自己的利益 嗯 阿富汗的稳定 对于中国大陆 的这个新疆的稳定 帮助非常的大 嗯 他当然会希望阿富汗稳定 但我并不是为了你美国的面子 而要跟你合作 同样的道理 今天气候变迁 这整个话题 中国大陆觉得他自己内部 其实利益相关 嗯 他非常重要 他自己要做 他做得很冲 很前面 坦白说他在很多 这一些减碳的一些 产业研究上面 嗯 他是跑得很前面 没错 嗯 那他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他自己 整体的国家利益 而并不是因为 我为了给你美国面子好看 嗯 所以他不是为了配合你 而要答应 所以凯瑞 你无功而返 我相信他们 带来这两项要求 是他们研究过 觉得中国大陆做得到的 嗯 但中国大陆就是 我就算做得到 我也不要给你一个面子 所以我要跟你say no 嗯 所以这件事情你要 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去看 中美之间的关系 哦 中国大陆是一个在 全方位的要求 跟美国平起平坐的 一个大的政策 嗯 在全力执行的过程 嗯 而美国 才刚开始要真正的 知道 中国大陆现在正在执行这个政策 嗯 他能他会不会适应 调整 甚至于最后接受 嗯 这段期间要观察 好 当然从拜登上来了之后 他在在气候变迁 温室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态度 跟理念上面 跟川普当然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他相当程度上面修补了美国 在这个议题当中的领导者的形象 那欧洲国家也松了一口气 否则你想川普连气候变迁会议都不参加的 都退出的 那那个当然就很痛苦 所以当美国回来的时候 在气候变迁问题上回来的时候 从欧洲国家来讲 当然是欢迎的 不过奉金刚刚也有 有一点讲的是对的 就是如果是今天的欧洲国家 在在要求中国用比较高的标准 那个比较听得进去 因为我们知道欧洲在这些的议题上面 他是言以律己 是 因此他言以待人的时候 你其实会觉得说 啊你你你你没有必要对我这么的严厉 我们发展不一 可是最少我我知道你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啊 那因此呢 当你的对自己要求很高的时候 你对我要要求高的时候 我会觉得那比较合理 但美国不是 美国的是宽以律己 言以待人的 尤其我们在讲到就是说 美国美国他在他在面对到 面对到所谓的温室气体的碳排放的问题 他为什么非常的困难 因为在欧洲是消费 在美国是浪费 他的他的经济是建立在大量浪费的基础在上面 当你要要要 要美国人不浪费的时候 他经济会受很大的影响 这个是他的基本的动能 他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由消费消费呢 消费主义所带动的那种的经济的动能 那你所有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 他都必须要建立在某种理性消费的基础上面 好那现在中国 其实我们刚刚讲 在这方面呢 已经已经投入很多了 在大陆生活的很多朋友大概都会感觉到 大陆呢有关于这种的 这种的就是说碳排放的管制啦 包括碳碎啦 碳管制 其实一波又一波 企业界都哇哇叫了 不过当然其实长期来讲是好的 当然是好的 当然是好的 因为人可以看到蓝天白云是一件多好的事 对当然是好的 所以你看到呃 习近平从十三五到十四五 其实环保概念是里面很核心的概念 他们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你不要认为中国大陆呢好像跟台湾相比很弱 不他在很多方面的观念 其实已经走得很很前面了 但是大陆方面对凯瑞所抛出来的那个讯息 跟对温迪修所抛出来的讯息是一样的 嗯就是你不可以又要跟我搞对抗 但是呢要谈合作姿态又很高 其实那个是两个层 第一个不管是对抗竞争和合作 我刚才三个概念任何人跟国家之间的互动 大概都包含这个层面 可是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我在什么地方要跟你对抗 什么地方跟你竞争 什么地方要求你跟我合作 都是我定的 嗯就是对抗是我要跟你对抗 竞争的是我要跟你竞争 合作是我要你跟我合作 你知道那个那个主动跟被动的差别是非常大 可是中国并没有这样倒过来去要求美国 哎你这个要跟我合作 美国到现在为止 从从川普时代到现在到现在为止 除了对于就是说呢 留学生的签字管制稍微放宽了一点之外 除了对于像是抖音 下下士的问问题 国有化的问稍微放松一点以外 请问你他到底做了什么 嗯连连关税问题到现在都还没有放啊 嗯都还摆在那个地方 所以不管是在对抗竞争合作的层面 都是对美国有利的 或者美国采取主动的 在这点我如果是中国我也会很不爽啊 对抗竞争合作任何双边关系都会有这三个成分 没有问题 但是并不是你来完全界定什么什么 我要跟你对抗什么 要竞争什么 以及你要跟我合作什么 请问你你要跟我合作什么 中国在提的是这件事情 藐 Trailer 2 3 4 撑 4 5 1 2 0